长老发育 观世姆在感应传里面有记载 唐朝 唐献宗的时候 献 献罚的献 在唐献宗元活十二年 元活是唐献宗的年号 唐献宗年活十二年 西历纪年就是八一七 八百一十七年 距离现在一千近两百年的这个时候 大陆陕右 陕西的右边 有一个地名叫做金沙滩 说那个沙子去逃 能够逃出金子来 金子叫做金沙滩 这个金沙滩那个地方 附近有很多老百姓在那边住 是一个村子 那个村子里面的民众 有些是很比较凶暴 比较没有受到好的文化来教导 那么因此啊 地方上对这些人有一点不大喜欢 那么有一天很奇怪了 突然之间来了一位很漂亮的女孩子 大概就只有十六七岁 他来这个金沙滩的村子里面 做什么呢 卖鱼呀 篮子装的鱼 到那个村子里面去卖鱼 那么这个女孩子到村子里卖鱼呀 长得非常的端正漂亮 那么村子的青年了 大家都抢住去看 而且希望能够娶到这么一个很好的女人 那么这个童女也很很大方 他说你们这么多人 我不能配这么多人呢 我有个条件 我拿金书给你背 谁背成了 那我就可以嫁给他 那么第一部书拿出来是什么呢 就是法法经的观世音部 他普门品 那个时候都叫做观音经 他拿这个普门品啊 结村子里面的这个青年啊 还没有结婚的青年 叫他去背 规定今天给他 明天能够背出来才行 可是这个普门品拿出去之后啊 有二十个青年都能背 第二天 有二十个青年都能背 他说我怎么能够一个人架二十个人呢 这不可能的事情 再换一本 换什么 换金刚经 换一部金刚经 叫这二十个人去背 看哪一个能够背得出来 还是一天 第二天呢 又有十个 这二十个当中有一半 有十个青年能够背得起来 还是不行 要考第三遍 考第三遍给他 比较难的了 一部法伐经 六万九千多字的法伐经 哪一部法伐经 七绝 要他们十个人背 不过这个时间放长一点 说我这一部法伐经呢 给你三天 如果你十个人 哪一个人三天能够背得起来的 我就嫁给他 哦 这十个人啊 变变的 变的 那么三天下来啊 只有一个背得起来 这个背得起来的是谁呢 姓马的 就是马公子 在这个村子里面 有名的坏蛋 这个马公子是最坏 而又最聪明 那么最豪强的东西 可是他偏偏 他背出来了 那么因此之故啊 渝兰的这个女孩子啊 就嫁给他 不过很奇怪 他定了十 过门的时候啊 他们马家就请客啦 好高兴啊 不得了啦 请了好多客人 可是刚进门啊 大家还正在吃饭 吃血酒的时候啊 这个女孩子突然之间肚子痛 哦 在这个 痛的这个不得了 他当时也没有办法找医生 结果啊 没有几分钟肚子痛就痛死了 这个卖卖鱼呢 鱼兰农女啊 就肚子痛痛死了 这怎么办啊 那些客人还没散呢 还在吃东西 可是这个新娘已经痛死了 肚子痛痛死了 啊 拢得这个很难看 不晓得怎么办 这马家呀 他一向是 地方上有名的坏蛋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算了 死掉就死掉 死掉就把它埋掉算了 因为他地方很宽啊 后发员挖个洞洞 就把这个 这个女孩子 死屍啊 就把它埋藏在那个地方 因为他是很豪强的人 地方上的人都不敢 不敢动他 也不敢讲 好像什么又是 这个事情过去之后 好像没有事 过来了两三天啊 来了一个抽价的老比丘 就是来到村子里面就问说 你们有两三天前 有没有看到一个女孩子在这边呢 卖鱼的 有啊 有啊 地方上的人就跟他说有 那么游哪里去呀 他说就把这个经过情况啊 说明了 然后就说他在马家 那么在马家呀 死掉了 啊 马 马公子把它埋在 和发园那个地方 这个老比丘就找到马家去 啊 听说是有个女孩子在你这边 死掉了是吗 他也好不客气的说是 说是 没有错啊 他现在埋在哪里呀 我也看一看啊 他说你为什么要看他呀 他说那是我的妹妹呀 就找了 是他的妹妹 说我不会找你什么麻烦 你只要把这个埋藏的地方啊 呃 直接我知道啊 呃 就把他带去 在那后发园啊 就把他挖开 挖开了 他一打开来 我看看 把棺木打开来 一看 里面并没有人 一套全身的金金骨头啊 叫做黄金锁子啊 全身的骨头是金 没有肉 只有骨头 啊 是金 而这个老比丘啊 用这个西藏把它挖起来 啊 那么好了 我没有 没有事情了 我带回去就是了 他把西藏挖起来呀 就往空中 就 盆空 在空中就 现出这个观世音不上的现象 哦 非常庄严 哦 就是跟这个统领的样子很相同 那么那个比丘也是观世音不上的发生 啊 那么因此啊 这个在空中 这个观世音不上就为那些马家人呢 说话 啊 教化他们 啊 就是要他改屋向善 啊 这是好好的来把这个马家教化 成为一个善人 以后啊 他们就不不敢 为徽作单 啊 那么在地方上变成一个好人 啊 那么从此之后 由这个金沙滩流传出来 啊 啊 有些人呢 喜欢在哪里评论 观世音不上是哪是你 这实在是多疑的了 哦 你看看这个到马家去的这个人 呃 比丘也是观世音不上发生 那么前面的同理当然是 啊 那么这是有四十记载 而且有时间 啊 啊 在唐朝的现宗时代 这元火十二年发生的事情 啊 那么由此可以知道 观世音菩萨 视线女人生 从这个地方啊发展开来啊 啊 那么不但这一位了 在南海葡萄山 现女人生的这个机缘很多 在这个 呃 观世音菩萨 感应宋里面呢 有很多很多记载 只是这个金沙滩的 于南观音 最为普遍 啊 为世人所知 啊 到这里为止 就是献人类的各种生 人类的各种生 一直到同男同女 统统都已经 啊 说清楚了 那么就是分类说明 啊 人类生 已经说完 接下去啊 就献天龙八部生 八部之生 啊 就是天 龙 叶叉 前叹坡 欧修罗 本来 八部里面 欧修罗下来 有一个 加罗罗 加罗罗 这里啊 裂掉 啊 然后才是 金沙罗 摩河罗切 这个叫做八部 啊 现在顺着文字 做简单说明 若有诸天 要出天轮 我献天生而未说发 令其予成就 啊 如果有些天人 要 爱要 想要超出天人的最畏的身份 轮就是类 啊 不愿意做天人 啊 为什么 生天这么享受 这么好 为什么不愿意做天人呢 有些 学佛的人啊 他生到天上啊 被这个天上的享乐所罪 不会修行 忘掉自己的身份 结果呀 以后不但不能写脱 神志沉沦 所以因此之后 真正学佛的人啊 是不求生天的 不愿意求生天 因为生天享乐啊 被乐所迷 不会再继续修行 因此之后有许多天人啊 他不愿意生天 不愿意在天上 所以他总然已经有过去的福利 生天了 可是他打算 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我不要做天人 他想要求 得到身在人间 这个到后边人道 会再说明 他希望身在人间呢 来 舍掉天生做人 来好好的学佛修行 才不至于堕落 所以有些天人呢 纵然生天 他也不愿意在天上 他希望能够赶快离开 天上的福乐 身在人间 来保持他继续修行 所以人生难得 那么这种人 如果想要舍掉天伦 来生在人间 那么观世摩沙就现身 无限天生而畏 并去成就 而前面讲的现同女生 有一句话忘掉 说这个在感应里面 就叫做敏感显应 因为他们无所求啊 不知道求啊 而是菩萨大悲心 为了地方上的这个度化 那些想恶的人 所以示现出来 显应很清楚地显出这个身份来 但是并没有人有什么特殊的祈求 那在四种当中啊 他就是敏感显应 那么这个八股身呢 只是顺着文族做消闻 因为没有发现 这个显明的这个 这个视线记载 就只好消闻而已 若有猪龙 要出龙伦 我献龙身而畏 说法 令其成就 龙 是属于一种 能献神通的 出生到的动物 我们平常没有看到龙 不晓得有没有真正的龙 因此之孤啊 一般人对龙 都觉得很陌生 不了解 世间上 是不是真正有龙 尤其说 佛法藏在龙宫 有人觉得很奇怪 龙宫嘛 在海底啊 海都是海水啊 海水里面 怎么能够放那些大当心啊 一楼花眼睛 都是从龙宫里取出来的 那么有些人就不了解 因为哪有这种事啊 好像是神话 有人用改变的方式说明 让人能够相信 怎么说呢 他说印度有一种龙族啊 种族之一 人的种族之一 有一种龙族住在海边 他都是住在海边 那么住在海边的龙族的游长啊 就是龙王 那么龙族的人又学佛在保持很多佛经 就是这个龙族的人 他那个地方保存下来的 并不是一定在海底 近代人啊 用这种方式来解释这个龙 好像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龙啊 用这种方式来解释 好像比较能够使人能够接受 而且啊 印度是真正有龙族 叫做龙族的人 这一族不但是在印度里 尼巴尔西藏都有 那么因此用这种说法也能够使人以人的这个之间能够接受啊 那么按照古代的说法龙是有龙的啊 假如没有龙怎么会有画龙点心的事情啊 多多少少总是有一点 不过它是属于一种有神通的东西 它是有神通的出生到的众生 它能够有这个变化 因为它又会有所变化 所以在我们平常人不容易见到 那么尤其到了现在啊 更不容易看到 这是如果有有些众生 龙族的众生 他想要离开这个隆重 希望能够伸到其他的地方去 或者是转身人道 那么菩萨也现身了 让他成就 若有药叉 药叉就是夜叉 旧意叫做夜叉 夜晚的夜 旧意叫做夜叉 一看法法经呢 看比较这个 吉姆罗斯翻译的经 差不多都是夜叉 心意叫做要叉 只是印度的翻译重心分别而已了 意思是同样 翻成中国话 叫做截笛 它有地形夜叉 天形夜叉 空形夜叉的分别 若有药叉 药素本轮 我一笔钱 现药叉身 而为他发令其成就 八部的鬼神之一 这是鬼神道的众生 这个地形空形天形夜叉呀 它差不多都是能够复发的 因为如果有人发生修学佛法 这个夜叉 它发现了 它就会普遍宣传 地形夜叉 传接空形 空形夜叉 传接天形 那么由此 精动魔弓 这个比丘叫做布魔 就是由这个原因 有人想要离开药叉身 那么菩萨现身 祝化他 使他能够成就 若全大婆 要拓其轮 我以彼切 现全大婆善而未说法 令其成就 全大婆 八部之一 翻成中国话 叫做寻香 以香为石 它是帝式天王的月神 那么在八部鬼道神道 总不是办法 他如果有想要超出 他的前来婆的这个范围 希望能够出苦 或者是转身忍到 那么菩萨都会现身 帮助他 使他成就 若欧修罗要托其轮 我以彼天 献欧修罗身而未说法 令其成就 欧修罗翻成中国话 是灰天 他有天的福德 而没有天的地位 因为他在人间修善法的时候 善恶交参 因为他虽然不是肯修善 可是他的好胜心 提度心都非常之强 所以身在欧修罗道 关于这个欧修罗这一类众生 详细在后边经文 有专 专门一段说欧修罗 似曾欧修罗的这个文字 留在后文再讲 那么如果有欧修罗 想要超出他的这个种类 那么菩萨就现身了 为说法 所以去成就 若吉诺罗要托其轮 我已彼前现吉诺罗 却尔未说法 令其成就 一般八部的名称 欧修罗之后有加罗罗 加罗罗翻成中国话 就是金字鸟 就秦瑞之神 这里裂掉了 有人在注解上 说明 这是漏掉加罗罗 那么他仿照金文的方式 把它补上 那么这个补上好不好啊 我认为这个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金文后边名说三十二印 加罗罗加上加罗罗 就变成三十三 所以因此之故 这个不必加 可以包含在里面 因为后边有非人 非人众就可以包含 金鸟罗 这类众生 他如果想要超出 他的这个金鸟罗 这也是天地的月神 他是法月神 这个另外有一部 大寿金鸟罗罗 所问经有四卷 金鸟罗十三章 所翻译的 那么平常我们有的时候会说 幕后加设听到这个金鸟罗罗 赵月 弹的琉璃琴啊 他会跳舞 就是出在这个大寿金鸟罗 罗经 这部经里面说明啊 这个大寿金鸟罗罗的名字 他为什么会叫做金鸟罗 这是印度化 翻成中国话叫做鱼神 因为他身体看起来是跟人一样 不同的地方 他头上这个地方有一只脚 一只而已 像麒麟一样 这里有一只脚 那么人看起来啊 又像人又不像人 怀疑啊 所以叫做鱼神 而大寿金鸟罗罗 他谈琉璃琴 他是金鸟罗的这个首领 那么他谈琴的声音唯妙 能够说发 因此啊 我很早就看到这部经 我就想到 我们平常寺庙里上供啊 有些啊 历代祖师菩萨后边还加了一个 大圣金鸟罗罗菩萨 这个真正在 原来的扩颂本里面是没有金鸟罗罗 那么台湾的扩颂本从前的差不多都有 历代祖师后边有加一个大圣金鸟罗罗菩萨 我认为那个大圣是错的 硬朗是大圣金鸟罗罗 硬朗就是经文的大圣金鸟罗罗 树木的树 这是金鸟罗罗的名字 如果说菩萨视线叫做大圣的话 那前面每一尊佛菩萨都要加大圣 佛更是天中天圣中圣更是大圣 不可能单对金鸟罗罗而加成大圣 所以这个大圣我认为原来就是大寿金鸟罗罗菩萨 大寿金鸟罗罗 他也是菩萨视线 所以叫做大寿金鸟罗罗 可能后人自作聪明把他改掉 这个很有可能 因为这种情况我有天生经念 我十七岁学习感情餐 那个时候念粮方碳 他这个菩萨里面超多方便成实力 力量的力 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 不懂事自作聪明 哪里有实力可能是死方吧 很想把它改成方子 好歹没有改 那改成是罪过无边 超多方便成实力 实力是佛的实力 佛制有十种力 叫做实力 那个时候不懂佛法 就认为哪有实力啊 恐怕是死方吧 将要改成死方 闹笑话 我想他这个大寿金鸟罗罗 而改成写成大圣 恐怕这个情况跟我一样 认为哪里有大寿啊 可能是大圣吧 就把它改成圣子了 由此就一直传下来变成大圣 应当 不但他是大圣啊 前面哪一位不是大圣啊 所以这个大圣是不对的 应当是大寿 因为他这个金鸟罗王的名字 应当就是大寿金鸟罗王菩萨 可是这个不必 在上供的时候不必念 在丛林里啊 大寿庙 把这个金鸟罗王就看成这个厨房的造型啊 跟他同样的看待 因为他跟灶 就是这个香气厨 厨房里面跟这个灶 有很大的缘故 在从前曾讲过啊 那么 据说这个事故啊 是发生在 少林寺 就是这个 大寿座是面壁的那个地方 少林寺 据说少林寺啊 有一次 很多土匪强盗 要来抢他 那么 常驻理所有的出家众都没有办法 那么正在闹得很危险的时候啊 突然之间 厨房里冒出一个很高大的人来 拿着这个铲子啊 就厨房里 煮菜的这个锅铲 拿出来就把那些强盗土匪一个一个用挑 把它铲出去了 因此啊 这个少林寺就免疫这个呆难了 那么从此之后啊 这个把土匪赶走之后啊 而这个人又到厨房里就不见了 那么因此啊 那个方丈佛上是由这个开悟的 说这是锦鲁罗王啊 现身来扶持 所以从此之后 这个厨房 灾堂就供养这个锦鲁罗王的像 我在石头山 石头山元光寺也有这个 这个方式 在这个在行里啊 供养这个锦鲁罗王菩萨的像 那个锦鲁罗王他是雕塑的 头上一只脚 手里拿过骨铲 表示就是那个 当时视线的那种情况 这个方式 就是那个锦鲁罗王的像 这个锦鲁罗王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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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锦鲁网王的像 这个锦鲁网王 这个锦鲁网王的像 eau你的像 没有 香油 线的 没 不要 唉 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